啊 对我一杯忘情水 换我一夜不流泪 哎就这是品牌 没给钱 给他唱三十秒已经不错了 也就你心软了 换成我是主导师 这个下落我上不了了 外面的甜不甜是一块什么 这品味不行啊 这什么歌 忘情水 现在这年轻人谁来听这首歌 不行不行 哎停点点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唱忘情水 现在流行的是摇滚是软 懂吗 吐鼻 哎 有件事我很好奇 这你看起来三十好几了 你怎么还唱十几年前的老歌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来参加我的海选 各位老师我还没唱完呢 我后面可以唱的很好的 我再给你唱啊 啊 我给他 我给他 别干事就在先演了赶紧滚下去滚下去 谁亲爱听你在这唱老歌呀 没有听雪猫叫叫年轻的歌出来 这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跟小年轻抢半会呢 要不要脸了 就是滚下去 这都一大把年纪了 来来来干什么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 我我今天已经三十多岁了 不容易 不容易 我拿到这次唱歌比赛的机会我不容易啊 我求你再用自己 我一定可以好好唱的 我求你了 你也不用在这跟我卖餐 不行就是不行 音乐圈是很残酷的 哈哈 你们追的内部 我唱的还不错吧 为什么我来唱完的资格都没有 你 你 就因为我给你们送钱吗 就因为我给你们送礼吧 马安 马安 把他拉出去 别让他赢下大家听歌的心情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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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带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求求你了 带给我一次机会吗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这次机会 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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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个废物 你唱了大半辈子的歌 要名气为名气 要钱为家 要家没家 你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你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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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好运 我的气呢站住 夏哥夏哥夏哥你站住 你那次去干什么 我要去省城参加唱歌海选 拿点钱道路费怎么了 你疯了 你去比赛 成立的工作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 燕仁的手术费还差好几千呢 工作算个屁呀 几千块钱又算个屁呀 等我当了大明星 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 你根本就没有唱歌的天赋 你就能不能不要再胡找到了 你懂个屁呀 我不是没有天赋 我只是没有遇到好的机会而已 你站住 你又是赶走 我给爷人就撕给你干 什么狗屁评论一点水平都没 老子唱的那么好居然不给我过 老婆 老婆 丁阳 我跟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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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阳 丁阳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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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老婆 老婆 好 来 好 始终飘浮我的期待 平静面孔映着 冰纷伸 找什么 老婆 盈然 我回来了 夏洛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们已经天人勇格 你嫌弃我不懂你 更不懂什么是音乐 但我不后悔嫁给你 我真的累了 夏洛 爸爸 你怎么来了 冰纱 老婆 你怎么还要回来救我 老婆 老婆 我知道错了 不是咱有什么 咱了 你好好好的 好好的陪你们过日子好不好 老婆 这话你已经收了一本笔 替我回信 老婆 我知道 我是个废物 我是个混蛋 我不是人 我就是该死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愿意好好陪我们过日子 我发誓 我对天发誓 老婆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不该对你不管不问 我不该那么自私自利 现在我重活一世 别的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要你的 只要你的 瞎说什么呢 什么绰合一世 心里不是好好的吗 老婆 你可原谅我了 爸爸 你不要打自己了 你只要对上妈妈的心 他什么都愿意 行的吗老婆 我 我们回家 回我们家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对啊爸妈 你们来也不说一声 你还好意思问 你还好意思问 要不是小红打电话给我 我们还不知道 他在你这受了这么大委屈 我不要和我爸爸了 傻孩子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你爸爸 你知不知道 你爸爸就是个没用的废物 我爸爸不是废物 我爸爸可厉害了 爸爸会唱歌 说到这个我就来信 整天就知道抱着我破吉他在那唱歌 一点出息都没有 妈 你别再说了 夏洛已经答应我 以后要好好过日子呢 对妈 我是真心回国的 我保证 你保证 你保证有个屁用 我脱关系 让你在工厂里工作 你保证好好干 结果呢 主管来找我说 上了不到一个月了班 矿工七八天 真是把我的老脸都给丢尽了 爸 对不起 之前是我混蛋 我以后一定改 一定改 别跟我来这一套 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 而且 今天我们来 没有别的意思 主要 就是让你跟李叔离婚 什么 离婚 妈 你说什么呢 我不离还不离 你 你是不是轻心眼啊 啊 跟这样的废物在一起 哪有活日子过 当初就是太怪你了 不让你跟这个废物结婚 你死活不停 现在事实白在眼前 你跟这样的废物能更有幸福吗 没错 可又不得你 你理解的你 不理解的你 爸 妈 就当我求你们了 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不要爸爸妈妈离婚 孩子 你哭什么呀 啊 外婆 这都是为了你妈妈好 为了你好啊 不要 我就要爸爸 嗯 哈哈 这是怎么回事 快 快送医院去 走 爸再去医院 走 你是什么医院 你们俩别的姐姐 妈妈 我感到 哎呦 严人乖 有空 不哭了就不能说了 你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快说呀 是要把我们给急死吗 严然病了 啊 医生说 需要做手术 但是家里没有钱 就只能拖着 我平时都不敢让她太激动 太激动了就没发病了 这真的是气死我了啊 我的宝贝万三女儿都成这样了 你们你们都不告诉我医生啊 你呀你呀 真是我们离家的丧门心啊 我真不知道我上轨做了什么业 遇到你这样一个废物女婿 都这样了 你还不会跟这个废物离婚啊 你是周老师吗 老婆 严然的手术费还差多少钱啊 至少还五千块啊 什么五千块 这么多钱 就是把我们老两口给卖了严 也凑不够啊 放心吧 爸爸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来想办法 你个废物 你有什么办法啊 只望你 还不如只望天上掉橡皮 严然图这样 你还在这胡话连篇 你什么时候才有点担当啊 爸 妈 你们相信我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 五天 不 三天 三天 我若是仇不到钱 能治严然的病 你们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们 好 这可是您说的 三天以后 你要是拿不出五千块 你就立马跟你处理会 严然要交给我们 我们 我们想办法给严然治病 老婆 老婆 你先扶严然去床上休息吧 你也去休息一会儿 我问你 那五千块 你追不走哪 钱的事你就不管了 我会想办法的 夏洛 希望你这一次不被骗 这海口是跨下了 但是这五千块 我从哪儿搞啊 虽然我是重生来的 但是我对股票基金彩票一窍不通 况且我也压根不了解 有了 我看公告 我看公告 公告 这有啥好看呢 通知工厂将举办文艺会议 现征集以爱国为主题的节目 歌曲小品相声皆可 最受欢迎的第一名可得奖金一万块 一万块 这也太多了吧 咱一年的工资也才两千块啊 行了 走 跟我去论工 咱报名去 走 啥 报名 疯了吧洛哥 我没疯 哎呀洛哥 不是我瞧不起你 就你那半调子水平 就别去凑热闹了 我不是凑热闹 我是去拿奖金的 洛哥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咱先不说那个奖金的事 光是这要求你就达不到呀 人家的要求 那是原创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对不对 现在是1997年 周董 刀狼 凤凰组合还都没哄呢 97年以后的经典歌曲 我都乱熟于心 谁说我 喂 哎洛哥 这就是文工坛报名的地方 就在那 走 咱过去吧 走 哎呀呀 咱给我站 咱哪车间的 瞎溜达什么呀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知道啊 这不是文工团剧场吗 同志 我没有瞎溜达 我们是来参加报名节目的 报名节目的 你们俩会什么呀 相声还是小品 我是来报名唱歌的 报名唱歌的 我怎么看你们俩像来搞笑的呀 瞧不起谁了你 怎么着 我就瞧不起你了怎么着 我告诉你们啊 不要妨碍我们工作 赶紧滚 别逼我轰你了啊 哎你这找揍是吧 二胖 轰我们一个试试啊 二胖你要干嘛 同志 同志 您到底怎么才能帮我呀 这是啥意思 可恶 前世大夏好嗓门这个节目 也只是晋级才收钱 这家 连报个名都要收钱 真是够黑心的 不懂是吧 懂 诶 懂 懂 懂 不知 我懂 就是我今天出人着急忘带了 这样 您先让我跟我去报名 晚点 我给您亲自送你 啊 哎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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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欺人太深 哎 干嘛 要打人是不是 来人 快来人呢 说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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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跟我动手 也不看看这谁的地盘 哎 你小子不准 你腿 有人跟我单挑啊 单挑 嘿 我可是萌华人 不像你这大老抽 叫这动手动手这样的 前面护手 走 走 走 刘主任 刘主任好 你们这在干嘛呢 是这样的 这两个人跟着捣乱 扰乱暴民秩序 我制止他们 他们还打我 对 我可以作证 是啊 刘主任 他们要打杰哥 我们没有捣乱 没错 我们是来暴民的 暴什么名 暴什么名 见过这儿胡说八道 把他轰轰掉 没的 你说 你们是来暴民的 没错 我是来暴民唱歌的 您可千万别进场 你看他的脏的垃圾那个样子 还说什么 这简直是借口 您可千万别被他们改房 闭 我没有撇人 我就是来暴民唱歌的 亚洛 就你那破罗嗓子 还来暴民唱歌 你不嫌丢人吗 亮哥 亮哥 你可算来了亮哥 亮哥你得给我做主啊亮哥 张总人好 张总人好 好 小青同志 下落的话 你可不能随便综艺的相信 你认识他 何止认识 我跟他呀 我们是高中同学 别人不了解 我最了解他了 他唱歌啊 那简直就是鬼哭狼嚎啊 他要是能唱歌 这足啊都都能上述了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更何况 这次文艺会议 主要是收集原创作 你别管我唱一次 我哥写的好不就行了 就是 我哥唱的好不就可以吗 这话说的倒是没错 写歌 夏洛 你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了 就你这朋友吧 你还写 无非啊 就是写点 顺口溜 偶嘴哥吧 你怎么这么喜欢狗眼看人低啊 这位同志 你先别激动 这张组长之话还是有眼道理的 除了一些天才 普通人没有经过系统的学籍 确实很难写出好的作品 我学过 你学过 你在哪儿学的呀 我跟小婷同志 我们可是专业的音乐院校毕业出来的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怎么没有见过你 夏洛 你该不会又开始吹牛了吧 我是不是上文艺 因为我都是自学 自学 你自学能学成了什么样子啊 简直是孝顺了吗 就你自学的那点皮毛啊 也感觉别人 夏洛 你 你太自信了 怎么还自信呢 这简直是自负 到底是自信还是自说 我上台唱一首不就知道了 就是有本事让我们落个试试 夏洛这家伙看起来信心十足的样子 难道他真的写出了什么好歌 行 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好 谢谢你啊 刘组长 但如果你没唱好的话 就要当着大家所有人的面 说自己是废 你 我不敢呀 朽和不敢 那我这唱的好呢 唱的好 我立马让你们报名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走吧 不要 紫洁 一会儿把话筒 沿到厂里的捆播 我要让厂里的工程都听上了 我要丢人 我要让他掀面 奸执 走了 前世的我没有机会 这一时 我绝对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的 你唱啊 这么害怕了 就是 や delio 那你唱不唱 人家该顿著你 我看他根本就不会唱歌 就是在那死要面子活受罪 夏洛 你小子现在还后悔来得及 下来啊 大家就笑你一会儿 别死生着了 等一会儿啊 就真下不来台了 同志 实在不行就算了吧 我能理解你爱面子的心情 但是 邪哥这事确实没那么容易 到底行不行 今天这次兄弟玩得有点大 可能丢人啊 行 当然行 等着看吧 喂喂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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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 张主任啊 这次汇报演出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工人们呀都踊跃报名 只是没有什么出彩的节奏 这次演出啊 是引导要来看 一定要准备好啊 千万别丢了咱们场的人啊 放心吧 厂长 我一定仔细真选情 将此汇报演办好 这喇叭林怎么有人唱歌啊 厂长 那肯定是龙龙团出色了 二红堂吧 去 不说 来 断了 不过 这首歌是真的很不错呀 啊 旋律 慷慨激昂 歌词豪迈 大气 振奋人心 唱出了家国情怀啊 啊 这首歌非常适合咱们这次文艺会演 撑着 高劲呀 这首歌 一定要参加会演 而且要压着演出 走 让我看看 谁唱的 这首歌真好听 这首歌子写的真好 下落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歌 我想不能让他再唱下去了 不然丢脸的就是我 你干嘛扔话筹我 怎么了 这首歌不适合咱们这次的文艺会演 这歌还不行 你到底懂不懂音乐 来来来 亮哥 亮哥 我觉得这歌也挺不错的 你说什么 这歌太难听了 我就没有听过这么难听的歌 什么玩意儿 我看你们这就是想耍赖 就是想公报私仇 张组长 我觉得这歌挺好听的 你为什么觉得不行 你是不是和这个夏洛同志之间有什么矛盾 我和夏洛之间倒是没有什么矛盾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首歌不行 你们想想 领导 对我们这次文艺会演那是相当的重视 每一首歌曲都是精挑戏曲 可是夏洛唱的什么歌啊 什么 首富土开江 狼烟起江山北望 这都什么 我们现在是现代社会 是法治社会 怎么 你还以为你是古人呢 以为你在古代 还准备带一群人战死沙场啊你 好了 夏洛 你也别不服气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你夏洛 现在滚出去 姓张的 你真不是个东西 他你说的还那么大义凛然 其实你就是想公报私仇 我就是公报私仇怎么了 你能把我怎么的 你 刘组长 你看看他 这歌明明那么好 你可要替洛哥说句话呀 虽然我也觉得这歌不错 但是文工团表演这次 领导让张局长全权负责 我也有点为难 好了刘组长 没你什么事了 我这边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你也去忙吧 张洛 念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 我也不为难你了 现在马上给我管 张秋良 我刚刚唱的这首歌 讲的是家国情怀 讲的是正能量 你不懂音乐 难道场里的领导也不懂吗 一口一个领导 一口一个领导 你有心见得着他吗 你 你 阿胖 走 我们去找领导领导 我这首歌 你应该让你不懂音乐的人来评判 走 洛哥 我们去找领导商量 单狗 你们是耳朵聋了还是听不懂人话 我告诉你 老子最辈子 最讨厌你们这种纠缠的人 叽叽歪歪 王维克 来人 把他们提高 给我乱棍打出大礼堂 张春亮 你其实太甚 夏洛 我就欺负你怎么了 就你还想唱歌 也不看看自己紧心脊脸 我告诉你 你唱的破歌 连狗都不听 谁说我是狗啊 谁说我是狗啊 张朝 您怎么来了 张春亮 我觉得刚才那首歌挺好 我是不是狗啊 不是啊 我没有骂您尝尝 我我骂的是那两个人 怎么回事 厂长 您等我一下 夏老弟 哥子实在不好意思 别生气 洛哥 看来是厂长喜欢你的歌 这孙子怂了 夏洛 咱们都是同学一场 你的这首歌文艺会演武定了 我一定让它压轴演出 你会有这么好心 哎呀 这厂长都喜欢你的歌啊 老大都肯定了 那我肯定 对不对 行吧 那什么时候演出 这个演出时间呢 一出来彩排的时候 我一定联系你们 这个王华丹 肯定不安好 不过也无所谓 我倒想看看 他到底要搞什么话 行吧 张哥 毕竟同学一场 我相信我张哥 也不会坑我的 那我们就先走了 走 张春亮 您在这嘀咕什么呢 刚才怎么回事 张春亮 您在这嘀咕什么呢 刚才怎么回事 说 不 主任 没事 刚才我赶走了两条胡小兰臣的狗 我不是说这个 我说的是广国 是怎么回事 这 好了 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就是问问刚才那首歌是谁唱的 歌 对 就是那首唱了一半又突然断了的歌 厂长 您对这首歌有什么看法 这首歌非常好 厂长说要在文艺会中作为压轴作品 对 这首歌非常好 到时候是领导会来看节目的 领导一开心 说不定给咱们厂的这个指标就提上去了 这样的话咱们的工人不就工资就收入就高了吗 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盛亮你赶紧说说这首歌是谁唱的 报告厂长这首歌是我唱的 是你唱的 盛亮 这首歌真的是你唱的呀 呃 他们都在现场都看到了 是吗 对不对啊 是是是是 啊 啊 那个 这首歌是亮哥 不 是张组长唱的 啊 啊 厂长 你看 我就说 我这个职子 非一般吧 不错不错 不愧是音乐学院的高采生 啊 啊 有点才华 哎 我觉得让你当这个文工团的一个小组长啊 有点取材了呀 这次活动结束以后 我考虑考虑生你做文工团的副主任 谢谢厂长 多谢厂长才配 呈亮 以后啊 在厂子里好好干 厂里都会亏待你的 是 主任 厂长 不过刚才那首歌为什么只唱了半啊 这什么这呀 有什么事赶紧给厂长说呀 哎呀 厂长 刚才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个呀 叫夏洛的工人要来报名 我说他写的歌不行 他却说我啊 没眼光 品微差 所以啊 我为了证明我自己 于是 我就唱了一首歌 啊 是 是这样的 可是这首歌啊 唱到了一半 他就突然跑到舞台上 抢走了我的话筒 狠狠的摔到了地上 还说我写的歌 根本没有他写的歌好 然后啊 就怒气冲冲的 走了 啊 那个厂长主任您看 这就是刚才一个下落给摔的 你看你看你看 啊 这这这个下落 居然敢算公共财物 厂长 你看这这么贵的话筒 这么摔了 这个下落呀 就是个黑群之马 对对对这个下落也太不像话了 张主任哎 这是他们车间的主任 后这个下落百分之八十分资 用来偿还这个话筒 让他们每个月 后这个下落百分之八十分资 用来偿还这个话筒 好的厂长 我这就去 去吧 正亮啊 你这首歌写的非常好 但是刚才呢 我只听了一半 有点意犹未尽啊 现在你就给我完整的唱上一遍 我有什么问题吗 不不不 没什么问题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我的这首歌 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创作 副歌的部分还没有写完 希望厂长能多给我一新时间 让我打磨一下 是这样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了 咱们这次会演啊 三天以后就要开始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前 我总给你搞出来 是 您放心厂长 好 那你们忙吧 不做事了啊 您慢走厂长 亮哥 这可怎么办呢 这歌是下落的 咱不知道 后边什么歌词 我不管 哪怕是偷 哪怕是强 哪怕是骗 给我弄 若哥 我觉得张成亮那个王八蛋 一定没按什么好心 我也觉得 他的太子突然转变这么快 指定没按什么好心 那咋办呀 没事 就算文工团也唱不了 我们还有别的处理 走 跟我去辉煌夜总会 啊 夜总会 那种该溜子去的地方 那咱们去那干嘛呀 哎 当助唱歌手 那这事要传出去 会不会对洛哥你的名声不好啊 名声又不能当饭吃 更何况现在家里着急用钱 我也只能这么做 重活一世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老婆 燕燃 你们等我 老婆 这就是辉煌夜总会 走 我们进去 哎你来干嘛呢 这里可不用随便进啊 我告诉你俩啊 我们是来消费的 消费 就你们俩人 怎么了 我们俩哥 你瞧不起谁啊你 想要看得起你俩行啊 门票一人两百 两百 这么贵 你怎么不去抢啊你 我说要告诉你俩个 来我干玩的 那来都是大老板 一晚上消费好几千块的 像你们那俩没成为穷兵 赶紧滚蛋 你能说谁是穷兵呢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确不是来消费 我是来应聘歌手的 歌手 你以为你背个提他 你就能歌手了 我看你俩就是来打乱的 趁早给我滚蛋 别在这浪费我时间 别我这暴脾气 你怎么找到啊你 啊 想动手啊 行等着 哥 哥哥 别让他闹事了 是谁 敢在探罪头上动土 虎哥 就是这样兄弟 跟谁混的 敢来砸我的场 虎哥 虎哥是吧 我们不是来砸草子的 我只是想来应聘助唱歌手 助唱歌手 就你这打扮 也不像助唱歌手吧 就算你是助唱歌手 我们这不招人 赶紧滚 听见没有 赶紧滚啊 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洛哥 怎么又不然还是走啊 您就是正黑虎虎哥吧 哟 知道我呀 虎哥的名声江湖上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啊 别拍马屁啊 有屁快放 哥 是这样 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继续唱一首歌 这样的话 我能将您店里的客流量翻一倍 客流量翻一倍 就你 你以为你是国际巨星 我说行一定行 五哥 您就让他慢我一个人情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继续唱一首歌吧 唱一首歌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这样 如果我唱不好 客人不满意 我任您处置 有那个闲工夫 我还不如进去喝两杯呢 别弄我废话啊 赶紧滚 要不然 我让他们打断你们的狗腿 你骂谁了你 就你这破夜总会 觉得谁吸得来似的 哎敢这样跟我说话是吧 来兄弟们 给他俩送送金骨 兄弟们 放手 住手 都不不猜 愣着干什么 没听宁静发话吗 都赶紧退下 你可算来了 都在里边就等你开场了 高中继续等着 走您说了算 夏洛好久不见 娘娘啊是我啊 高中毕业之后 现在已经有八年了吧 洛哥这位是谁呀 长得还挺漂亮的 他 他是我高中同学 也是我初恋 哦老乡好啊 闭嘴 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啊 哦 我是来应聘主唱歌手的 对 他们不但不接待我们 还要动手打人 是这样吗郑黑胡 是这样吗郑黑胡 误会都是误会 我哪知道他们认识你啊 我自罚 别跟我一般见识 行 这戏就算了 应聘主唱歌手是吧 你们跟我走吧 哼 虎哥 这小娘们他就是个助唱的 你至于这么怕他吗啊 我要是你啊 我见不见这口气 你个屁 我是怕他吗 他现在是咱这头牌 九成九的客户都是送他来的 我要是得罪这颗摇钱术 你上去给我唱啊 是是是 五个高见 是我尖短了 教你一句话 跟谁过不去 都别跟钱过不去 对对对 胡瓜说的是 胡瓜 这口气可言 等他小娘们 什么时候失事了 抗你收拾他 这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呢 我们分手这么多年 没想到能在这遇见你 是啊 可真奇妙 我问一下 你们二位是怎么分手的 闭嘴 你别吓了 其实也没啥 就是我考上了大学 他错学了 我们两个半年见不到一次 只能分手了呗 哎呀 看来还是感情不够深呢 铁报没能磨成针呢 哎对了 我们说点正事吧 你不是来应聘的吗 刚好我就是这的主场歌手 我帮你跟老板推荐一下 应该没问题 啊 那个什么虎哥 他不是这的老板吗 他就是个看厂子的 顶多拿点分红 怎么可能是老板呢 我靠 那他刚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哎 明明你可算来了 赶紧上台吧 老板们都等着呢 好的欢姐 现在马上过去啊 哎 这两位是你朋友吗 是啊欢姐 我真要给你介绍呢 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 他叫夏洛 他想来应聘我们夜总会的主唱歌手 你要不帮帮他试试 可是咱们夜总会现在不缺歌手的呀 哎呀欢姐 你就帮帮们呗就一次 行行行 我这呀 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就让他试试吧 不过我丑话说前逗啊 他要是唱的不好 或是有客人投诉的话 我可不留他 谢谢欢姐 还不赶紧谢谢欢姐 谢谢欢姐 谢谢欢姐 那我就先上台了 拜拜 等人少的时候 你去试试歌 你可得好好表现啊 别砸了我们夜总会的场子啊 放心吧欢姐 我一定不让夜总会丢脸 去后台找件演出服 换上吧 慢走啊欢姐 谁你们来吃一天呢 别老子滚出来 你咱们谁呀 啊 还他们穿老子衣服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衣服啊 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事了 老子一会要上台演出耽误演出了 你担的挺责任吗 老子马上叫我演出了 耽误了演出 你担的挺责任吗 小邦 小邦 洛哥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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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邦你别冲动了 他是新来的歌手 还不太古规矩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新来的啊 安妮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好了不招男歌手了吗 怎么转眼又招一对啊 哎 小风你别误会 我可没有出了反而啊 他是宁宁介绍来的 我不能不给宁宁面子吧 宁宁你 他拒绝我追他就算了 转眼叫个小没聊过的 那他不是故意恶心我的吗 怎么会呢 你别多想啊 今天我不知道谁都能爱唱 谁真要聚 哎 小风你冲动我唱正好 今天我们落格来了 唱的指定比你好 有女人你都一样 哈哈哈哈 你这屁事恰的比我好啊 啊你告诉你 我是诗歌唱大赛第二 就他这脖子啊 上大街上门飞 干啥是都没人去听的 你说了那么好听不还是第二名吗 你那么牛怎么不是第一名啊 二胖手出来 啊 你们牛 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牛好吧 正好 今天有一位老板过来 要只凭典性的听我唱歌 哎我不上台了我不唱了 他要是发起瓶血 看你们怎么收拾这烂摊子 你说的不会是吴总吧 没错 就是我总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 可不能吴总给得罪了 要不然呢 咱这一总会就甭想再开下去了 你干不干关我屁事啊 环姐我和你抱会 我一会儿想出去 不知道有多少家叶总求着我去给他们唱 我他妈缺活吧 好好好 小枫啊 我知道你的实力 你出去啊肯定不缺活干 但是今天你先给欢景一个面子 咱先好好唱 把吴总给伺候好喽 行不行 哎呦这怎么起不来了呢 哎呀我的小祖宗哎 你赶紧起来吧都等着你呢 什么 哎哎 哎 欢姐啊啊 看在咱们俩认识这么久的份上 我给你这个面子 嗯啊 但是呢你别让这小子滚蛋 那偶然说什么都不好使 这 哎呦 欢姐 我一直把面子给你了 对吧 现在就看你给不给我面子了 留我 留他 你自己看着他 这 欢姐 我很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还是走吧 二宝 走 跟我斗 白嫩着 你 走 先别走 先别走 陈锋你干嘛要赶他们走啊 你来的刚好 你找个小男俩什么意思 你这不是诚心刺激我吗 你说八道什么呢 我只是介绍他回来唱歌而已 哎呦 谁刺激你啊 这刺激当回事 好好好 你这样说是吧 行 我不唱了 谁说的不好使 哎呦 我的小祖宗哎 你们别闹了行吗 算我求求你了 欢姐 他不唱 我唱 欢姐 下边吴总都发脾气了 非要陈锋 现在赶紧上舞台 你去 你这块去你不是要唱吗 我去就去 人呐人呐陈锋人呐老子要听陈锋唱歌 还有老子等多久啊 吴总你消气我哥已经去喊了人马上就过来 给你一分钟 不咋 要给我翻脸不认人 哈哈哈哈 大家晚上好 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你给我下来 老子要听陈锋唱东天里的一把火 陈锋人呐 什么东西你给我下来 老子要听陈锋唱东天里的一把火 陈锋人呐 哥你别生气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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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吴总 真是不好意思 陈锋他身体不舒服 实在登不了台 您体谅一下 体谅 什么体谅啊 我花钱是来寻开心的 现在我不开心了 谁体谅一下我啊 你体谅一下我啊 哎呀 赵宁你嘛 赵宁你 你不是很有本事吧 这下我看你怎么收招 罗哥 这下怎么办 太白搭 你都靠女人 上位讲 他能解决什么问题 那我今天要是把这事解决了 你该当如何 你要是就 我陈锋的名字倒过来写 立马从这一种途去 重叉的会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找死 吴总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吴总啊 陈锋病了 他实在是唱不了 唱不了是吧 那我看你们叶总会也没法开了 别 吴总您等等 去把陈锋叫来 赶紧的这陈锋下来快点快点 就再给你自己 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吴总 您好 这个陈锋他确没办法上台 不如这样 我来给你唱首歌怎么样 你上来看这又凑什么热闹呢 我不是来凑热闹 我不是来给你几句麻烦 你看娘少捣乱啊 我总惹了 你看你怎么死 你嫂 让一个毛头小子来给我唱歌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复 吴总您先别生气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你听我给您解释啊 解释的屁啊 我看你的叶总会 这真的不想开了 哎别 还不赶紧让他下来 你赶紧走 我先帮你拦着 我不走 吴总我求你了 求您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我给您唱首歌 如果您不满意 要杀要满 任你指定 你的娘子还敢废话 赶紧给他拉下来 哎 等等 我就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你要是唱得好好 就让我翻面不认人 让他唱一首是什么样 吴总可不是那么好付 你瞧好了 什么 你什么 放心吧 看我的 不知吴总 喜欢听没种类型的歌呢 老子要听 小人物的奋斗 我看吴总身上的社会风气比较好 想必 你是从几次打拼上的 正好 我这有首歌 献给曾经在几层 混动的 还能量废话 啊 你要是唱 吴总找不了你 就连我也找不了你 哎呀 我的小祖宗啊 咱们夜走会能不能看下去 可就全看你了 可以笑的话 不回忍 我找到自己 哪会孤独 偏偏我永活有遇上 问爱一生逐人的风霜 怎么结束 可以爱的话 不退送 可想刺的心 哪怕追踪 可惜每次遇上意外 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 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暴走 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 再借我又再度飘泊 你的痴情情恋继续 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万事结果 听说太理想的恋爱 总不可接触 我求雅馆前山就变 亦要此番去捕捉 听说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触 我在自身静寡劳动 在哪里会有幸福 幸福 怎么会这样 太好 我 到底经历了什么 唱得这么好 好 好 太好了 小伙子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倒下 小伙子 唱得太好了 我敬一杯 武总 你严重了 不敢发 值得 值得 你值得 你太值得了 我也是从打工才干起来的 我才能够感受你各种的情绪 人不被理解 不受待见 迷茫 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简直是表达了我们漂泊在外浪子的内心 那 呃不过啊小伙子保持勇气保持冲劲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哈哈哈哈 这些你拿着 吴总 这这太多了 不合适 我不能拿 哎呀 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是吴总的心意 你就收下吧 你今天要是不拿着就是不给我面子 那好 那我就收下了 谢谢吴总了 哈哈哈哈 小伙子 我以后每天都会来这里听你唱歌 别的我不敢 只要有我在 就没人敢动你辉煌夜走会 哎呦 那就太谢谢吴总啊 喂老板 我听到了一首特别好的歌 哎呦真的我不骗你 好好好 我一定想办法把这首歌卖下来 黄姐 我错了 您让我这一次 你别把我赶走了 你让我留在那唱歌 你放心 我以后肯定好好唱歌 绝对不给您添任何麻烦 我这里妙想 弄不下你这尊大佛 你还是另寻他处吧 我 我 我 黄姐 我 我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 你一时糊涂不要紧呢 差点把我们叶总会给弄倒闭了 今天 您要不是下路来救场 别说是你了 就我们大家就都得去和西北方啊 陈锋呀陈锋 你刚才能不得一劲去哪 就是啊 现在知道是谁厉害了吧 洛哥 那个 兄弟 不不 大哥 大哥 你啊 我先要欢喜追不清 让你我在这别走了 以后 您有 黄基时间段 做个一场 帮你 可以 只不过 你得对线承诺 什么承诺呀 你现在还装算是不是 之前你说要把自己名字倒过来写 来来来 现在写给我们看 别废话 赶紧滚啊 别逼我动手 还要我说你 行啊 你们给我等着 你是不是欠揍 不好干 以后在这场子啊 有什么事给我说 我给你办的明明白白的 墙头层 那我就 多谢虎哥了 哎哈哈 不用叫虎哥叫阿虎就行 以后啊 我妈还得吃 你吃饭呢 来 夏洛 这是你的演出费 拿着 我的妈要 五百 来 夏洛 这是你的演出费 我的妈呀 五百 这也太多了吧 换姐 换姐 您是不是搞错了 没搞错 来 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 我提前预付给你了 原来如此啊 好家伙 这可比我两个月工资还多 这唱歌可真赚钱 工资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客人给你的小费 就好比今天吴总给你的钱 这才是大多 哦 你要不是我还给忘了 换姐 这规矩我懂 一般在夜总会 小费都是要给一半的 这个你拿着 老规矩是这样 可是对你呀 咱们要例外 以后你的小费呀 我们一分不抽 钱当是给你的奖金了 这 这恐怕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还嫌钱多呀 不不不 我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我唱歌的机会 是您给我的 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后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大家都是出来赚钱的 我也知道 以你的能力呀 肯定不会在我们夜总 会待太久的 我只希望 你走的时候 能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让我好有个准备 就行了 您放心吧 还姐 我一定提前跟你说 哎呀 今天这个吴总可真大 随手就是一给两千三 再加上今天的工资五百 一共洛克赚了两千八 他才哪跟哪啊 只要下落好好唱 一晚上挣一万块钱 都不是问题 哎呀 可惜呀 我没有什么天赋 不然 我肯定让洛克当我的老师了 二旁 今儿你也跟着我跑了大半天了 这钱你拿着 洛克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拿着 你这钱 不能要 行了 你要是把我当兄弟 就拿着吧 既然洛克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免愿去拿收下 谢谢洛克 你快听 滴滴滴滴滴滴滴 宁宁 之前你也拿着吧 夏洛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不是想感谢你吧 毕竟没有你的话 我也见不到欢姐 所以这钱你还是拿着吧 所以你觉得我帮你 就是图你给我分钱是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只是 只是什么呀 只是 我之前是犯过错 但我那是逼不得已 我并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女人 夏洛 别恨我 这个书记很现实 没有情就没有未来 我理解 祝你幸福 洛哥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只是想感谢你嘛 看我觉得你是在侮辱我 对不起 是我误会的 夏洛 你抱抱我好吗 现在我看起来光鲜亮丽 可是这些年我做的并不好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结婚了 所以你还是为之前的事情 耿耿于怀 你一点也不喜欢我了 对吗 都过去 可是我还喜欢你 你知道为什么我跑过来唱歌吗 就是因为你喜欢唱歌 所以我才放弃自己的专业 跑过来当一名歌手 为的就是怀念我们之前的过去 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嘛 以后好好生活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我只想要了 主菜 大妈 我恨你 我恨你 也很感谢 都会不许做错 只想铭记这瞬间 我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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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先生 我是黑石唱片的敦娜 刚刚在灰黄夜总会 我对你演唱的那首歌曲非常感兴趣 请问你是歌曲的原唱动会吧 没错 是我 那这首歌曲您能卖给我吧 上辈子90年代 这首歌让王级火遍了大江南北 少说也能卖个几百万吧 还是算了吧 我怕你 买不起 先生 先别着急 你都还没有开价 我知道我买不起的 不管多少钱 咱们都是可以商量的 行 那我开价一百万 你买吗 什么 一百万 没错 一百万 你要是买得起 我就卖你 这家伙还真是十字大开口 居然敢要一百万 不过他这首歌确实很好 如果放弃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这价格确实是有点高了 我只是一个经纪人 我没办法替公司做自己 这样吧 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我回去问一下老板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到时候联系 可是我家里没找到 这一部手机电话你先拿着 我可以电话联系 这么贵重的手机 你就放心交给我 难道你就不怕我跑路了 因为依你的财华 能为你赚来可多的财亡 所以呢 这区区一部手机电话 不值得其他路由 行 这话我还听 帮助我们给我告诉你 请问怎么中风 下落 好的 下先生 我会在两边内给你答复 老婆 我回来了 你去哪了 怎么才回来 张成亮 你来我家干嘛 你还好意思说 压城组长等你半天了 等我啊 下落 我呢是专程来给你道歉的 黄鼠狼给鸡拜年 赵组长 这你我都是程亮人 有什么话不妨迟说 下落 我知道啊 你不想看着我 但是啊 你别着急 我这次来啊 是给你带来好消息的 走 走来听听 我不是答应你 让你的哥儿 进行压轴表演 现在团里啊 都已经开始筹备了 不好意思啊 张哥 我现在已经找到更好的工作了 这文工团表演 我不打算去 你另听报名吧 别借 兄弟 我知道 我今天说了很多商人的话 我跟你道歉 这次的文艺表演 市里 会有很多权会到场 你不是一直想当歌星吗 这么好的机会 千才难逢 更何况 表演第一名 奖金 可是非常丰厚的 下落 我听张组长说 德哥很有可能得第一名 嗯 这次第一名的奖金有一万块 要是有这一万块 就能给燕燃治病 要不 你去试一试吧 机会我确实不想错过 但是张成亮 你不至于专门跑我家一趟 还在我家一直等我 一钻葫芦 你到底卖什么样 一钻葫芦 你到底卖什么样 下落 我知道我们有过节 但是人呢 可是要讲究良心的 我听嫂子说 妍然病了 我是为了孩子 特意的用 你别不知好歹啊 好了下落 你就别一声一跪的 让他参加文艺会 也不是什么坏事 是啊 就算没有拿到第一名 对你来说也没什么损失啊 再说了 我还能害你不成 反正啊 这个机会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怎么选择 你自己看着办吧 好 我报名 好 我明天呀 就回团里 把你名字写上啊 哎呀 你看看我这记性 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 还有什么事啊 你也知道上边对这次演出啊 特别看重 而且啊 所有的审查流程都特别严苛 所参加的报名歌曲都要进行报备 所以呢 所以说呀 你需要把这首歌写一遍 让我检查一遍 以免出现什么违禁词语 写一遍 对 写一遍 而且啊 这一个字可不能了还要 要是处理一些什么问题 就不是我丢个工作那么简单了 很可能啊 要坐牢啊 啊 这么严重啊 那是当然了嫂子 这正所谓呀 饭不能乱吃 话不能乱说 这歌肯定也不能乱唱啊 虽然他说的有道理 但我怎么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呢 夏洛 夏洛 你犯什么呆呢 夏洛 这时间呀 也不早了 你快点写 我呀 还急着赶回去休息呢 就是 人家张组长也是一片好心 你就别耽误人家张组长的休息时间了 快把歌给写下来吧 啊 好 那呀 我就先回去了 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啊 啊 不用送不用送啊 张组长 那你慢走啊 嗯 这张成亮 什么时候 我变得这么好心了 行啦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人家还能害你们这 赶快睡觉去 走 怎么样了 要给我拿到了吗 老子出马 看你找不到谁来了 哈哈哈哈 还得是你聪明 夏洛呀夏洛 真是个蠢妇 没想到我森林俩居就把他干净了 哎呀亮哥 这小子 不会真以为你对的好啊 有了这首歌 这一万百千奖金跟着第一名 肯定被你收入难中啊 放心吧 到时候啊 有你一份 我倒没想这个 我就怕这事儿 万一被夏洛知道了 会不会出什么差 他知道又怎样 歌词我也有 他怎么证明 这首歌是他的呀 还得是你牛 哈哈哈哈 走 喝点 喝 夏洛 别睡了赶紧醒醒 我去宋燕燃上学 你待会去尝一请假 请假 请什么假啊 表姐夫上职了 舅舅要请大家吃饭 我爸妈也去 咱们待会儿在居夫酒楼进来 好 好 喂 夏先生你好 我们老板答应了 要出一百万 买你这首歌 答应了 对的 请问 咱们在哪儿见面和通约呢 今天晚上 我要去剧府酒楼吃饭 就在那儿见吧 好的 来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赏脸 来参加小夕的庆功宴 感谢感谢 大家吃好喝好啊 我敬大家一杯啊 哈哈 恭喜恭喜恭喜 干了干了 哎呀 坐坐坐 哎呀 小五啊 你太客气了 我作为你的表弟 以后还要靠你照顾了 老孙啊 哎你这女婿不到二十五吧 这么年轻就当上了经理 真是太有出息了 到时候发了财啊 可不能忘了我们这帮穷亲戚 哎 放心吧 只要大家有用得找的地方 我 给你二话 大凯啊 你这女婿下落 在哪儿高救啊 你这女婿下落在哪儿高救啊 下落 好久没见了 下落在干嘛呢 哎呀 他一个高中就辍学的 不能干什么呀 听李叔说前一段时间在家不务正业 啊 上个月好不容易拖人找了一份正经工作 哦 什么工作啊 那能什么工作啊 工厂当工人呗 这同样是女婿这差别都这么大 一个当经理 一个当工人 人跟人哪 还真是不能比 短短的把她带来干什么 竟别忘丢了 说伞把她带过来 真是认识这些亲戚吗 以后不许带这个废物丢死人了 哎呀 当工人有什么出息啊 要不让小五帮帮忙 在他公司给你找个工作 哎 爸 我也想帮忙啊 但我们公司呢 要求高 就是扫厕所 也得是个庄科以上的学历 那表辈夫就是个高中生 爱慕能主啊 哎呀 老公你说错了 不是高中 是高中就辍学 叔叔 对 高中辍学 哈哈哈哈 那个 张媚妇啊 别见怪 继续不好啊 没事 夏洛啊 不是舅舅说你啊 当时怎么不合上上学呢 现在社会多难混啊 就你这学历 以后怎么出人头地啊 哎呀 别说出人头地了 就她这学历啊 在工厂混个饭吃就不错了 那倒也是 毕竟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嘛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混声声就知道吃 没用的东西 你也不嫌丢人呢 走啊 大嬌子 那个家里有点事 我们就先告辞了啊 早晨就不带你来了 哎 还要走啊 哎 还要走啊 怎么了表姐 还有什么事吗 这大好日子的 你们就这样走了 这像什么话啊 这菜还没上齐呢 不是你们就要走 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嘛 不是我不给你们面子 而是我们待在这儿 似乎有点碍事 不如早点走 还能落得个心情 大姑 您这话什么意思 没人嫌你们碍事啊 哎 我说大姑啊 不会是为了夏洛 你生气了吧 呦 我们就是调侃杀了几句 至于吗 为了他 不呸 我就算是为了一条狗 也不会为了这个废物生气 我气的是我自己瞎了眼 怎么又会把你说嫁给这样一个废物 妈 气务中神 你别这么说下落 你这个傻丫头 都什么时候你还护着她 大姑 你这话说的不对吧 表妹夫怎么能是废物呢 我记得表妹夫不是会唱歌吗 这也算是引起的场 是啊 是啊 我听说这工人下岗潮马上就又来了 这到时候 万一夏洛下了岗 他也能上街卖唱 也回家人了 是啊 择日不如壮日 我们让夏洛给我们唱首歌 给大家做出信 大家说怎么样啊 就是啊 是啊 夏洛 来一首喜庆点的 就当庆祝小五升职了 夏洛 就唱一首好日子吧 听到没有 让你唱歌呢 快唱 夏洛 要不你就唱一首吧 唱好点 别跟我们丢脸 我不唱 不唱 为什么呀 他是唱的太难听 不敢唱了吧 没事 夏洛 就算你唱的难听也没关系 我们呢 就是听个乐呵 就是 我们呢 就是听个乐呵 就是 不是我唱的好不好 而是我现在唱歌得收背 我没听错吧 听你唱歌还要收费 夏洛 夏洛 你是跟我开玩笑的还是认真的 真是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 他唱歌还收费 真当自己是大明星了 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去开演唱会 就是啊 我是有这个打算 但不是现在 而是我当了明星以后 听见了没 当了明星以后 你真以为你自己是明星啊 算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你不说他改好 你看看他这个死样子 他没点像是改过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当明星 我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你的鬼话 你根本就是 走改不了之时 夏洛 你那天说的话 难道都是骗我的吗 你忘了你发的事 你不是说要跟我们好好过日子的吗 老婆 我说的是真的 只不过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我真的能倒霉心啊 夏洛 你就别在这打中脸充胖子了 你不嫌丢人 我都替你害臊 我这张老脸啊 简直是被你丢尽了 咱别说当经理了 你哪怕有小五一半出去 咱当个组长啥的 我都在祖宗面前烧高香了 年轻人还是要务实一点 不要整天心比天高好高无远 我看呢 这废物肯定是重疯了 到处想捞钱 现在连自己经济都不放过了 我明白了 表姐 夏洛不是这样的人 她的做法我是能理解的 她的做法我是能理解的 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 你还能理解她 哎呀 你们俩真是狼才女貌 天生一段 不是这样的 因为依然病了 需要五千块钱的手术费 夏洛一定是挤着错钱 逼不得已才这样的 原来如此 家里有困难你就说 都是亲戚 又不是不能帮忙 何必死亚的嘴硬 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 那男人不都喜欢死亚面子活受罪吗 他又不是圣人 你怎么会例外 夏洛 赶紧把歌唱 我这钱就当是献爱心了 拿给阉人治病 夏洛 别给脸不要脸 是啊 你不是要钱吗 钱都给你了 还要怎么样 你们这哪里是献爱心 分明是想当众羞辱 别说是这十块钱 就算是一百块一千块 我都不稀罕 你还在这搞出谎言 我看你真是不救了 刚才你不是说唱歌也要收费吗 现在一千块钱你都不稀罕了 你这个废物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 不要总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行不行 我不是在打自己的脸 我是在说实话 实话 行了 那你就证明给大家看看 你想让我怎么证明 很简单 这样 你不是说一千块钱你都不稀罕吗 那你今天就拿出一千块钱 让大家看看 如果你能拿到出来 就算你厉害 老婆 你说她就是一个工人 才上了一个月板 她哪有一千块钱 你这不是要她的命吗 好了 大家都是亲戚 夏洛 夏洛 你给大家道个歉 这事就算过去了 道歉 凭什么 你这个废物 你还在执名服务 你是要把我给气死呀 不是 夏洛 舅舅已经给你台阶了 你就不能说服小驴吗 都别管他了 咱们走 让他自己一个人在这丢脸 凭什么 凭你没钱还装饭 没本事还说大话 是吗 我的朋友 这么多钱 这鸡马蛋有几千块 现在还觉得我是在说大话吗 这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 都是真的 夏洛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老婆 这些钱都是我唱歌挣的 你少吹牛了 唱歌能挣这么多钱 我看这钱肯定是疯的 夏洛 你还年轻可不能干违法犯罪的事 是啊 别是干了这些事 这辈子就算算完了 夏洛 你跟我说实话 这钱你到底是哪来的 老婆 我说的就是实话 这些钱都是我去叶总会当助唱 老板发的工资和奖金 叶总会助唱 确实有这种工作 但没想到能赚这么多钱 叶总会助唱能挣这么多钱 唱什么歌 那老板不会是傻子吧 凭什么给你发这么多工资和奖金 我看这钱他来的不干净 没错 去叶总会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 什么小混混 什么地痞流氓 肯定是夏洛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让人拿钱收买了 夏洛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 这些钱全部都得还回去 这可都是赃款了 真是这样吗 夏洛 那还要问吗 那肯定是这样 夏洛 我知道你是穷人诈父 就是想急着炫耀 但你也不能干这种出卖良心的事 是啊 做人可以没出息 但是不能没有良心 不然就彻底没救了 好久了 夏洛 我还以为你真有本事赚那钱 搞了半天 这些钱来的不干净 把你的脏钱拿走 我才不要用你这些脏钱 拿个厌难之命 对 这些钱用了是要折售的 夏洛 浪子回头金不换 你现在醒悟还来得及 走 我带你去自首 婆婆 我这不是赃款 都是我自己挣的 男的嘴 骗个鬼 信你就怪了 夏洛 赶紧迷途吃粉吧 犯什么烦 我都说了我没有做这些事 这些钱都是我轻轻巴巴 考超哥挣的 谁信呢 你要想让大家相信你 你就得找人来给你证明啊 是啊 又没有人能给你证明 谁能相信呢 我来给他证明 自己 你谁啊 各位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黑石唱片的王牌经纪人丁娜 什么 黑石唱片 真的假的 这黑石公司可厉害了 不单有华记 宗盛 还有功夫巨星阿龙 都是他们公司的歌手 你真是黑石唱片的经纪人 是黑石 是黑石 五甲包算 就算是费石唱片的经纪人 那你怎么给他证明 就是 昨天晚上我在辉煌夜总会喝酒 刚好听到夏洛先生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这些钱嘛 不过就是其中一个老板送给夏洛先生的一点点消费而已 空口说白话谁不会 你怎么让我们大家相信你 就是 眼见为师耳听为虚 你说的未必就是真的 就是 好 那我就让你们死心塌地 打开 这里是一百万 是我用来跟夏洛先生买歌的钱 一百万 什么 竟然是一百万 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老头子 我没有看错吧 是一百万 是一百万 都是真的 百万 真的是一百万 这一百万应该足够证明了吧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他唱的什么歌 居然价值一百万 这你就不用多问了 总之这一百万 现在就是夏洛先生的 合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夏洛先生 请签约吧 还是大海女婿有出息 随随便便卖一首歌 就能卖个一百万 这跟夏洛相比 赵武这个经理算个屁 就是他干一辈子 也挣不到这一百万 我不信 我不信 这肯定是假的 这钱是假的 你还在这丢人现 是假的 江湖 快来拉走 是 都是假的 夏洛先生 现在这些钱全都是你的 夏洛 我不是在做梦吧 老婆 这不是梦 都是这的 太好了 有了这些钱 夜人都被救救了 我的好女婿 我就知道你有出息 我当初果然是没有看错人 李叔嫁给你 真是假的太对了 对 夏洛 以后咱们家 你说了算 要是李叔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可多淡淡点 别跟他意外见识 这首谁名浪子新 以后就属于你们了 好的 夏先生 我一定会为这首歌挑选一位最合适的歌手 让他火遍 大江南北 好歌不挑人 这首歌不管找谁来唱 肯定都会火爆全国 对了夏先生 如果以后您还能写出来这么好的歌 请一定要通知我 我们给您的价钱 一定会这样卖 像这样的歌 我还有很多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只不过 那些歌 我不会再卖了 为什么 难道您不想继续赚钱吗 或者说您觉得 这一百万 就够您卖一辈子吗 谁又会嫌钱多呢 但是你我都知道 这卖歌 只是一锤子买卖 想要更长久 更长远的发展 必须得自己唱 哦 我明白了 夏先生 您是想自己写歌自己唱 成为当红举星 差不多是这一次 那我可以帮你啊 我们黑石唱片呢 现在也是演了这个人 如果你想自己出道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运作 将我们能够成新的 天王金星 这事先不及 等这首歌火了再说吧 现在就跟黑石签约的话 肯定只能拿到小头 只有歌火了 才能证明我们价值 到时候 我就有话语权谈条件了 好的 夏先生 对了 这部手提电话呢 您就先继续留着 方便我们过去联系 好 那我就先走了 夏乐 我衣服换好了 我们现在去医院 给延然安排手术吧 好 现在就去 医生 医生 赶快给我们女儿安排手术吧 病就这么严重 怎么拖这么久才来 不好意思医生 我们才错过钱 你们来的还算时候 这个病要是再拖几天 可就真不好治了 医生 那今天能做手术吗 今天做不了了 明天吧 刚好空出来一个床位 我去给你们开单子 你们准备交钱吧 麻烦医生 走吧 明星的手术 让我们海哥先做 凭什么呀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先来的怎么 知道我们海哥是谁吗 给海哥让床位 是你们的荣幸 海哥 这个海哥看起来有点眼熟 我好像在哪见过 这不是那个唱歌的海哥吗 可出名了 对对对就是他 这可是个大明星 明星 既然都认出来了 还不赶紧把床位 让给我们海哥 明星怎么了 明星难道就可以 思议万为吗 别说你是明星了 就算你们是天王老子 也不能在这摆扑 你妈的说什么呢 你 阿琪 你还是太冲动 没有礼物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明星啊 并不能思议万为 作为明星更要以身作则 为老百姓啊 树好榜样 让一下 单子给你们开好了 取消钱吧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你 干什么 干什么 这个单子啊 你必须得让动 因为我这个月就要开演唱会了 我不赶紧做手术的话 就没有办法唱歌了 可是我女儿也要做手术啊 你放心 我会补偿你们的 这一万块钱 你们床位 我买了 我的妈呀 直接给一万块钱 出什么真大方 明星 这有钱啊 一万块说给就给了 要是我 就拿着一万块钱 把床位让给她 我 不要钱 我叫我女儿做手术 跟我女儿的密相比 你是一万块钱算什么呀 别给脸不要脸 小子 让我们给你松松筋骨吧 我倒是要看看 是你的骨头样 还是我们的拳头样 不要拐 你干什么 小罗你快走 别动手 小心我报关媒体了 好啊 你去报关我 你看哪个媒体敢得罪我 我们海哥是当红大明星 哪家媒体不卖我们海哥一份面子 得罪了海哥只有死路一条 别废话了 先教训他一顿 让他尝尝骨头 你 住手 住手 你们敢动的试试 虎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太病 正好就遇到你了 幸亏你了 否则我可能要被揍了 哎 洛哥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没人敢动得了你 好大的口气 你又是什么东西啊 敢管我的闲事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 要不然我废了 你以为人多就能吓唬住我呀 敢动我海哥一根航堡 我让你们吃不了多就懂 海哥 不好 虎哥 这个海哥是个明星 咱们好像踢到铁板了 明星 我昏迹江湖 都口全血几十年 我还怕一个明星 原来是道上的 怪不得干什么惹我 告诉你啊 不想死的 赶紧滚 希望你一会儿还能这么猖狂 喂 浩哥我在医院医院上点麻烦 还得您亲自过来一趟 好 我就在这等着你 浩哥 他又是哪条道的 这你管不着 你要是有本事的话 你就在这等着 等着就等着 我还能怕你啊 夏郎 我有点害怕 要不然是算了吧 我们去别家医院问吧 行 这是整个江州最好的医院 去别的地方 我们再放心 让开让开 给我让开 别找到路了 让开让开 都给我让开 别找到路了 浩哥 这可算了 刘浩 怎么是他呀 刘浩 这个刘浩 是城南地下八主 我逗不过他 你看要我才服个软 行不起 等等再说吧 怎么回事啊 浩哥 他跟你一样也是道上混 仗着那么人多 在这吓唬我 我当是谁呢 是你啊 小伙子 浩哥 这都是误会 我要知道他认识您 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把他怎么递啊 搞拿这些场面和糊弄糊 浩哥 都是我的错 放我一个 现在知道错了 换了 浩哥是吧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跟虎哥无关 你要怪就怪我吧 你要是谁 浩哥 本来就是这小子跟我作对 是谁跟你作对 明明是你 仗着自己是个大明星 非要抢我们女儿的手术床位 浩哥 别听他谎说 我哪抢他去啊 我给了他们一万块钱 他们不要 是的浩哥 你看地上的钱都他们扔了 浩哥 我女儿生病了 病得很严重 继续要动手术 她拿了一万块钱 就想换我女儿的命 这 这我怎么同意吗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这做人做事都讲究靠良心 您说这件事到底是谁对谁错呀 讲良心 你这是在教我做事 小子 你应该庆幸他是个明星 因为他还讲点形象 这事你要是遇见 我一毛钱都不会给 你 怎么 不服气啊 我告诉你 我们做事就这样 不不不不 好快 这兄弟不懂事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去 妈的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都别入怒 好看 你看这是医院 咱别闹太狠 医院怎么了 要是把老子折毛了 就是灵香宝殿 老子也给他铲平了 好大的口气 刚刚谁说的要铲平我们医院呢 我说的怎么了 你 没错 就是我大口气啊 吴总 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这家医院是我开的 来市场工作 还请您主持公道 刚刚的话我都听到了 小事儿 这件事儿交给我来解决 你来解决 你来解决 你一个开医院装什么装 你知道我是谁吧 你 你是谁啊 老子 城南刘浩 人称江州陈浩南 给我面的 叫我一声浩克 不给我面的 整个江州混不下去 哈哈哈 好一个江州陈浩南哪 好一个江州陈浩南哪 实际上呢 赶紧给我滚蛋 别占领爱事 就是 你一个做生意的 在这儿瞎搅什么 在我的医院说我爱事儿 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 道理 老子的全都就是道理 我跟你讲道理 你给我比全头 行 那咱就比比 谁呢去 什么意思 喂 老王啊 你认不是一个叫刘浩呢 对 啊 让你接电话 对 我是刘浩 哎呀 王哥 那人误会 我不知道他是您兄弟啊 你找了我 我错了我错真的错了 啊啊 我自打三八道 给您赔礼道歉 行 我现在给他陪礼道歉 哎呦 牟总 是我有眼不知泰山 这是要误会 啊 你找了我 那现在 要不要逼全道 不不不不 您是天上的真龙 我就定了一条虫 我哪能跟您比啊 啊 啊 浩哥 这这这什么情况啊 啊 闭嘴 你打我干什么呀 你这个蠢货 你把老子给惨了 哎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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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演戏了 滚打滚打滚打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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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留下 哎 你留下 吴总 您还有什么吩咐 我听说 你是一个大明星啊 啊 我我我就是一个小歌手 哪里敢吃得上大明星啊 哈哈哈哈 在江州 我不管你是大明星还是什么歌手 是龙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你得给我挂着 是是是 我错了 道歉 呃 不想到 不不不 我现在就道歉 对对对不起 我错了 你们原谅我吧 原不原谅你们说的算 老婆 你觉得呢 要不算了吧 只要验人的病人治好就行 那这次 就先算了吧 吴总 啊 谢谢 谢谢你们了 吴总 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吴总 在您医院给您惹了事 还要您出面来继续麻烦 没事 小事 谁让你小子唱歌深到我心呢 要是别人 我才俩的管呢 还是吴总 手眼通天 在这江州 就没有摆不停的事 哎呀呀呀呀呀 别拍马屁了 我还有事呢 先走了 慢走我不走 那个 没啥事我们就先走了 麻烦你了老婆 哎呀没事 走了 这下好了 燕的病救了 我们也有钱了 终于能够着好日子 放心吧老婆 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吃半天苦 不好的老婆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不好的老婆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之前那俩文艺会演报名 你不是唱了自己的歌吗 对啊 怎么了 张成亮 当时是不是不让咱们报名来着 说你的歌不好 但现在我听说 他在文工团 正在彩排你的歌呢 彩排 对啊老婆 那首歌是你的 现在被他张成亮抢了去 一看就是想战为基友 好 什么 还有这事 他不是说要把我们家下个报名吗 啥报名 我明白了 怪不得他要来找我 原来是想要离貌换太子 把我的歌拿去自己唱 这个张成亮 果然没案好些 那现在怎么办 二旁 走 跟我去趟场里 我跟你们一起去 好 高科一块做成 走 二十年总横见谁能相扛 好 厂长 主任 你们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把整首歌写好了 正在这彩排 所以我心里痒痒 就带着他们过来看看 成亮 厂长十分的器重 你可不能辜负厂长对你的期望 放心吧厂长 这首歌我已经写好了 一定会让领导满意他 好 刚才我只听了一部分 现在你把整首歌唱一遍 让我听听 好的 厂长 我现在就给您唱 等等 等等 你哪儿的 哪个车间的 没看见厂长在这儿吗 怎么下胡子就停的 来人 赶快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影响厂长 走 赶紧走 走 别碰他 平时让我们出去 厂长 厂长 他是骗你的 这首歌是我写的 不是是他写的 等等 他说是他写的 厂长 你别顶着瞎说 他不知道咋回事 算开 夏洛 你再不走在这儿胡闹的话 我就要叫保安了 张成亮 你敢做不敢当是吧 赶紧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你 随着 怎么了 厂长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甚至我在这儿 我们把这件事搞清楚再说 厂长 他张成亮不要脸 这么好的歌明明是我们洛哥写的 现在怎么成他张成亮的了 什么是夏洛写的 这首歌明明是我写的 这首歌是我老公写的 你昨天专门跑到我们家 让我老公写给你的 口说无凭 你有什么证据吗 不 拿出证据来 没有证据就是诬陷 诬陷个屁 当时这些文工团成员都在场 他们都知道 是吗 你们都听到了吗 没有 你们当时都在场 你们怎么能说不知道 跑了跑 他们都是一伙的 你问也是白问 我告诉你 把话说清楚 什么叫一伙的 咱们大家都是清清白白做事 明明白白做人 你可不要跟我胡说八道 夏洛 夏洛 我看你就是报名不成功 心里觉得不平衡 纯属过来捣乱的是吧 好 原来你就是摔话筒的夏洛 啥摔话筒 张成亮 张成亮 你还真会颠倒黑白 这把歌说成你的也就算了 既然把摔话筒的锅转到我身上 我可没有甩锅 我可是有人证的 对对对 我可以作证 话筒就是夏洛摔的 没错 话筒是夏洛摔的 他就是嫉妒张组长才华 所以才把话筒给摔了 这么多个作证 我看你们如何就变 真是气死我了 我们明明是好人 怎么现在反而成了坏人了 老公 这怎么办 夏洛同志 那话筒是你摔的吗 厂长 这摔话筒的事我暂时没办法给你解释 但是我们可以先把歌的事说清楚 行啊 我看你怎么说 我洗耳工听听着 张成亮 你不是说这歌是你自己写的吗 可以 那你给大家伙把你的歌词本拿出来 对 歌词是我老公亲手写的 只要看字迹 大家应该都能认出来 这两个 好啊 歌词本现在就在舞台上 方的姐把歌词本拿过来 这怎么了 骆哥 这 这不是夏洛的字迹 夏洛呀夏洛 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 还好 我重新抄袭了一份 跟我斗 你还差得远 张长 这明显就是成亮了字迹 我见过他的签字 这的确是小张的笔迹 小子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骆哥 现在可怎么办 张成亮 你这准备的倒是挺周到 什么叫做准备的呀 我告诉你 这首歌就是我自己写的 我欧心力血创作的 现在证据也在这里 人证物证都有 你除了会血口喷人以外 你还有什么本事 刘组长呢 他倒是也在现场 我们只相信他 不好意思 刘组长去省城开会去了 要回来得一个星期之后了 行了 你们呀 就别再纠缠了 现在 证据确凿 就不要再诬陷成亮了 把他们带走 把他们的名字和公号都记下来 告诉人事部门 全部开除 下落 下落 你还想干什么 厂长 我还有个办法 可以证明这歌到底是谁写的 行了吧 下落 我看你就是死要灭子活受罪罢了 我劝你啊 及时收手 别把这人哪 丢到家里去了 你一个人跟这儿丢人也算了 还拉着你老婆跟这儿丢人 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我老公没有 这首歌就是我老公写的 得 就当我这话没说 这一被窝还真是不连路人 你说你有办法证明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怎么证明 当时这首歌 我只唱了一半 就是在副歌分配叫停了 虽然歌词是写完了 但是曲调确实并没有唱完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这张成亮他虽然知道歌词是怎么 但是后半部分的曲调 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会一模一样 你根本没有起伏 没有 没有 我有起伏 那你敢不敢 当着大家伙的面再唱一遍 对啊 你有本事你就唱出来啊 是 老长 音乐我还是懂点 曲调到底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起伏 我是能听出来 不如你就按夏洛同志所说的 把整个歌曲唱一遍 证明你自己 我 我 你慌什么呀 你就把歌唱就唱就听听 完了完了 后半部分的曲调 我根本不知道啊 我 我就唱那边啊 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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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狼啊 你怎么唱出来啊 那现在怎么能说这歌是你的呢 老长 哈哈哈哈哈哈 叔叔 厂厂 我错了 是我这个人 子孙心太强了 是我受了下落的腿子 你 你 你这可够东西 我能在你面前那么夸你 你赶紧干的什么事去 叔叔 我错了 我错了 叔叔 是我也是糊涂啊 叔叔 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 堂长 是张组长要求我们改口的 我们不这么说 张组长就会把我们探除啊 虑的我还信你为真 为你是什么有才华的人 没想到只是个欠贼 他呢 我虽然和他是亲戚 但是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那你来处置这件事情 让我看看你公道不公道 叔叔 给他帮帮帮我帮帮我呀叔叔 帮你个屁 来人 我赶出去 真的太厨 我说了 我拉出去 不要 扎长 您看我这样处理可否满意 小洛同志 这样处理你可满意 王一既然你满意了 我希望这首歌由你来接受 您知什么意思啊 这次文艺会演 上面要先找他看 所以对我们的场子的未来非常重要 我需要一首好歌 来成场面 您的意思是 是想让我帮您成立场子 你愿意吗 愿意好 那这次晚会就全靠你了 放心吧厂长 我保证让你放心 那么我们厂的未来 就看你的了 下落 下落 明明 你怎么在这 下落 他是谁 他 我是他同事 哦对 同事 那你找下落是有什么事吗 下落你总会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那个陈锋带的一帮人过来砸场子 指明道歉要跟你开择 还有这种事 哎呀那个欢姐都快起死了 让我赶紧喊你过去 好那我给你过去一趟 老冯 你先回去休息 好 那我先回去 走 都这个点了 你先回去 下落还没了 我劝你啊 最好还是直接关门大集算了 陈锋 我以前带你不保 你竟然带人来砸我的厂子 你这叫什么话呀 欢姐 我等着求着你 让您别干无从 你是一点旧情都不念人 你现在跟我来这一套没用 陈锋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 不看见厂子谁找的 怎么 想不动手 来 你逗我一个试试 李幻 叫你的手下不要那么冲动 我们来又不是来干架的 当然 如果你要干 我也奉陪啊 我 别激动 那个叫夏洛的怎么还没有过来啊 听说他唱歌很厉害 怎么 不敢过来了 我们最后再等半个小时 要是夏洛还不来的话 那就直接算你们辉煌叶总回认输算了 你大家听好啊 半小时后 我带大家去玫瑰叶总会 酒水全部搬家 啊 欢姐欢姐 就不要折那个夏洛了 说实话 他就是一个搜索乌龟 就算来了也必失无疑啊 哎 话说的那么大 难道就不怕省舌头 洛哥你终于来了 哎我的小祖宗 你总算来了 不好意思啊 方姐 刚才成了有点事给耽搁了 喂 谁叫黑夏洛啊 正是 来的刚刚好 我还以为 你躲着不敢出来了 你想怎么样 听说你唱歌很厉害啊 三观比比 有何不可 哎 但是说好吗 咱不能唱那首浪子鸡 凭什么样 哪有这样的规则呀 不唱那首歌 就害怕了 你讲出来啊 我不欺负你的 谁说我们怕了 不唱就不唱 夏洛你别冲动 别中了他的激将法 是啊夏洛 你不唱那首歌 对你影响很大的 放心吧 没什么比较 先过来 说实话 那首歌写的很错 但是你的声音条件不太行 只能看那首歌在撑着 如果你唱那首歌 根本比过他呢 我知道 放心吧 说吧 怎么比 咱们分别上台演唱 大家负责投票 谁的票数高 谁就赢 咱们 是让我跟这陈锋比吗 当然不是我跟你比了 是我们浩河跟你比 就他 他可是清歌赛 在排名第一的人 比我可厉害多了啊 二哥 张浩 你一个专业歌手跟业余的比 你也不怕丢脸吗 这有什么丢脸啊 正所谓一无非由 我们唱歌也是这样啊 交朋友吗 对啊 你要是他你讲啊 真是 放心吧 欢姐 就算他们是专业歌手 我已经定了 只要你这么嚣张 我们加一点点彩头水啊 好啊 什么彩头 如果你说 你不许在这里唱歌 回黄界总会的音乐时间 你要从晚上的七点 延至晚上十点 什么 延迟到十点 七点到十点 那是黄金次段 让我们十点开门 那不是让我们倒闭吗 欢姐不能跟他赌这个 夏乐 你觉得呢 欢姐 你相信我 信 既然信的话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若是你们输了呢 我们就不可能会输 既然你们下了彩头 那你们输了 总得付出点什么吧 总不能一毛不拔 这对我们也不公平 不符合规矩 好 那就按规矩来 如果我输 全场酒水 我来买单 额外 陪付你们 快撒饭 行 这条件可以 你确定你要跟他们对 这别人上赶着送钱 我们为什么要他 不要白不要 好大的口气啊 你连歌都还没唱呢 你凭什么认为 你能赢了火杯啊 想要赢别人 我上去不敢输啊 当要赢你们这些臭鱼烂虾 简直是轻轻松松 是臭鱼烂虾 不要着急啊 咱的嚣张一下 咱的输了 看他还能不能这么嚣张啊 别废话了 开始吧 好啊 开启 谁先唱 我先 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听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唱歌 大概好 今天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音乐 随小 好 咱的咱的咳 看看 Flynn 有我们 泪泪不摇吻 为什么 太帅了 太好了 不愧是专业歌手唱的太有感觉了 我一定要投他 投他 怎么办呀 欢姐 我们相信下落一次 欢姐 咱们店里几趟 有 我这就让人给你准备 刚才不是说好了吗 不唱那首浪子星吗 谁说我要唱那首歌 你要唱什么 直接给你放伴奏 你唱不就完了吗 拿个唱吉他干嘛 那是因为我只唱自己写的歌 刚好最近自己又创作了一首 正好让你们详详尔夫 开开眼界 刚写出来的歌就拿出来唱 谁未没有太有点自负 你不会真的 你自己当什么文曲星下凡 你就不怕丢人现眼 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我们一会等一瞧 夏乐 准备好了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 叫千千雀歌 千千雀歌 这是什么歌 听名字又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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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哥 这这 这咱们可怎么办呀 没得完啊 走啊 你们要去哪 歌还没唱完呢 想跑啊 跑什么跑啊 上厕所 早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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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是张浩的水手好听 还是夏乐的千千雀歌好听啊 千千雀歌好听啊 浩哥 你没事吧 浩哥是吧 今晚的消费 别忘记买单 还有那十万块钱 一分都不能少 走 拿开 小九 快点 娃娃懂吗 娃娃懂的群力好 丧路 你真是个天才 那个 娘娘 啊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激动 没事 你哪来的灵感 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 如果我说 我是从未来带回来的 你信吗 你少来 还从未来带回来 你怎么不说你做梦梦到的 我一直感觉这发生的一切都不真实 就好像黄粮一梦 生怕醒来 什么也没有了 我听不懂 不懂也行 至少 没有烦恼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你写歌这么好 不可能一辈子在这当初唱吧 我想好了 我要当明星 好 浪烟齐 江山北枉 勇气 卷马 这什么歌 没听过 心思黄河水茫茫 二十年中行间谁能香港 唱歌了 我愿秀赌目开家 堂堂中国要让四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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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现在燕然的病已治好了 文艺会演也成功结束了 你现在可是厂里的大明星啊 厂里的大明星算什么 我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什么路啊 明星录 是夏洛先生吗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是谁名浪子新的消息吧 没错 这首歌刚推出一个星星 便大获成功 就不完全统计 公司正版长笔的销量 就已经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张 直接打破了华语乐台记录 我记得去年的销量冠军张天王 也就卖出一百万张 没错没错 所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那你来找我 肯定还有别的意思 我们公司想要签约你 不知道你愿意吗 愿意 但条件得我定 可以 只要不是太厉害 我们全都答应你 好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 来我们公司进行签约 那就明天吧 新生带华语音乐歌手夏洛 自创作出《京中报国》 浪子新后迅速走红 就接连创作出了《老鼠爱吃米》 最炫广场风 如今的下落 依然成为新一任的天王巨星 你说你 这才刚挣点钱就开始嘚瑟了 买什么不好 干嘛非要带我来买车呀 我这可不是嘚瑟 我只是想让你和燕燃 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是这里的车也太贵了 咱们还是去买便宜点的吧 不用 我们就在这买 走 两位你是要买车吗 对 我们是来买车的 请跟我来吧 这不是李叔吗 你怎么在这 妹妹 这么巧 居然在这里遇到你了 她是 她是我之前在绣花厂上班的同事 妹妹 你现在还在绣花厂上班呢 你说什么呢 我早就不在那干了 再说了 我现在有我老公养着我 哪里还需要上班 你老公 妹妹 你结婚了 没错 这就是我老公王伟 你好你好 李叔 我们在这干什么 是来找工作的吗 这里的洗车工好像招买的呀 什么找工作 我们是来这买车的 你们来买车 开什么玩笑 对啊李叔 你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别人不理解你 我还能不理解你 我听说你找了个好吃懒做的老公 连房租都快要交不起了 你确定你是来买车的 不是我要买车 是我老公要买车 你老公 不会就是他吧 对呀 他就是我老公 俗话说得好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老 找了个这么差的老公 还要给他买车 你图啥呀 不是 不是不是我给他买车 行了你也别解释了 我都知道 你就是死脑筋 家机随机架口谁走的 我看你也挺年轻的 干着啥不好 非要跟着女人吃软饭 你怎么知道 我是吃软饭的 不然呢 你看你戴着个墨镜 我看你就是怕遇到熟人 没脸见人吧 你说你可真是命 不像我找了个这么好的老公 我现在啥都不用干 他就等我又买这又买那 不可好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跟他离婚吧 到时候我再给你介绍个更好的老公 保证你过得舒舒服服 无用无用的 我觉得我老公挺好的 有一句话叫 宁差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怕天打雷劈吗 那还不是为了李叔好 谁叫你是个窝囊废子 你要是有点本事 我才不会劝他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 什么叫做有本事呢 当然是像我老公一样 随时便便就能过买一辆车 你看 我们刚提的帕萨特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车呢 原来只是一辆帕萨特而已 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你看什么玩笑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连帕萨特都看不上 你要是能买一辆夏利呀 我都算你了不起 夏利 还是算了吧 我就知道你买不起 我想你可能没听懂我的话 我是说只愿宝马奔驰 才配得上我老婆 宝马奔驰 你知不知道宝马奔驰是什么车 那都是大老板才能开的 就你还想买宝马奔驰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 我看你啊 也就是一个小工人而已 你就是卖血 也不可能买上宝马奔驰 那要是我买得起 你要是能买得起宝马奔驰 我跪下来给你叫爸爸 别说叫爸爸 我叫你爷爷都行 那我们就走着瞧 夏 夏洛 什么 夏洛 夏洛 我可喜欢你的歌了 你能给我个签名吗 他 他就是那个大明星 夏洛 怎么会这样 现在还觉得我买不起宝马奔驰吗 不 不觉得 还请兑现承诺 我错了 我都是我狗眼看人低 求求您大人有大力就饶了我们一次吧 对对对 你可是大明星啊 就别跟我们这些老百姓一般见识了 好了老公 就别难为他 算了吧 好 今日我就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放你密码 赶紧滚 我不想看见你了 好好好 我们现在就滚了 你作为你们服务生的歌神 不知道您对我们华语乐坛有什么评价呢 你们华语乐坛在我眼中就是笑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们我家的那些歌手 不管是天王还是天王 他们活报的那些歌曲 全部都是犯诚 嘲笑 我我们家根本就没有原创的能力 这说的好听是犯诚 说的难听点就是嘲笑 你们国家的那些歌手 全部都是堕落口消透 既然您提到了原创 我们华语乐坛呢 最近诞生了一名叫夏洛的天王巨星 他的所有歌曲都是自己创作的 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夏洛嫂 我听说过他 他写的歌曲虽然都是原创的 但都是口水 根本登不上台面 用你们华详人的一句古话来说 那就是 南登大雅之堂 人的意思是 夏洛也不行 在我眼中 他写的歌曲都是烂 你让我去点评他 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 误误 误误 这小鬼老 敢这么说路哥 怎么算个屁呀 夏洛你看电视了吗 那小野次郎太嚣张了 简直看不起人 夏洛 小野次郎那些采访你都看了吗 看了 小野次郎说那些话对你形象影响太大了 所以我现在必须紧急公关 防止消灭下台面 哎 不需要公关 不公关 最好的公关就是拿歌来回应 他们不是说我唱的歌太顺口流上不得台面吗 嗯 那我就写一点上不了台面的歌 真的吗 给我点时间 我直接出一整张专辑 让他们好好看看 什么叫做电视团级歌曲 出来出来 海哥海哥海哥 作为老牌歌星 不知道你对小野次郎的评价有何观点 作为歌手 我是气愤的 但作为一名普通人 我说一句长他人之前面自己威风的话 我觉得小野次郎说的确实没错 海哥你这样是赞同小野次郎观点 也不算赞同嘛 但是他说的有句话确实很对 某些人的歌曲确实难登大雅之堂 但是在国内受到很多人追捧 这是华语乐团的一种悲哀呀 您这话是在说夏洛吗 是的 我也不怕得罪他 他的歌曲根本就不符合音乐的审美标准 可是夏洛的第一张专辑 就卖了三百万的销量 你这销量高了十倍 难道这还不符合大众的审美吗 是 我的销量确实不如 但在KTV 只有农民工才会写他的歌 压根没有品质 如果让他继续下一次 华语乐团可能会倒退十五年 甚至够多 海哥我还有个问题 海哥马上去看研究会 没资料不到也没问题 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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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海哥 夏洛啊夏洛 当初在医院的仇我可是记者 这次我要让十百云业 在华语乐团内 我虽然是一位新人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夏洛的歌曲太过粗俗了 如果是要是把他的专辑给我的话 那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扔进垃圾桶 尝尝中国要让四方 赖鸽 赖鸽 知道为什么要淘汰你们 因为雷唱了夏洛的歌曲啊 雷是来参加比赛的 不是来唱演唱会啊 雷唱这种歌曲 大家都可以的 能听出什么水平啊 没错 咱们这是正规的歌唱比赛 不是KDV 夏洛这种人能活起来 真是流行音乐的悲哀啊 哎我说 你个人干嘛呢跑步啊 我都快急死了 你还有心情个人跟我开玩笑呢 发生什么了 发生什么了你这么欠 你知道现在亂名认识什么样 几乎所有的主流歌手都在捧进你 说你就是华语与他一颗老鼠屎 你风饼已经差到极致了 刚刚他们说呗 反正我又不在了 你是不在乎 那公司怎么 你的代言 你的唱片 你的演唱会怎么办 你再这样下去不仅会亏文 你甚至可能会赔钱呀 夏洛 你放心吧 不会亏钱更不会赔钱 为什么 因为我的新专辑已经写出来了 你写出来了这么快 写出来了 你这么快写出来了 可肯定又是空水哥了 你不后会被骂的更惨 就放心吧 这次不是什么空水哥了 你确定确定 哦对了 今天正好有一场演唱会 我以后就算掉了 走 正好到时候我要演出 哎呦 这不是咱们华语乐团 炙手可热的天王巨星吗 巨星 我看是孝星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夏洛呀夏洛 不是我说 你现在名声都臭成这样了 你还敢出来泡头落面呀 我可不像有些下水道里的老鼠 只敢背地了一个人 你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 当然是说你了 夏洛呀夏洛 你啊 也就现在能嚣张小舟 看等过了这段时间 你还怎能嚣张下去 人的好运气都是有限的 您的好运气已经到头了 等你以后不红了以后啊 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可能要让你失望 呦呦 我们夏洛主会越来越红 红遍全球 你这是吹牛不打草稿啊 就他那几首口水歌 我看你是痴心妄想 哈哈哈哈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 唱你的歌那是一件丢人的事 那个啊 马上就要过气了 那我们就走着瞧 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没关系 等过了今天晚上 但彻底没戏场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大家来到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想必大家都已经等急了吧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 首先 能颁布第一个奖项 年度唱片 销量奖 本年度的唱片销量奖呢 分为内地和海外两项 那么 获得内地唱片销量奖的歌手是 来自于黑石唱片的 夏洛 而获得海外唱片销量奖的歌手是 来自于听发唱片的小野次郎 好 来自于黑石唱片销量奖的歌手是 您这是干什么 不好意思 我拒绝领取这个奖项 为什么 因为跟他领一样的奖项 对我来说就是误弱 小医生 您一定是在开玩笑啊 我没有开玩笑 像他这样 只会写口水歌的歌声音 别说是拿同一个奖项 就是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我都觉得恶性 听到没下落 还不赶紧给小野先生道歉 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别说我 因为你写的那些垃圾课 不仅拉低了大动音乐的审美 而且还间接损害了 我们专业音乐人的力 没错呀 别说小野先生了 现在大家看到你就来气 赶紧滚出乐团吧 你已经惹注目了都 你们这些人还真是好笑 就因为唱片迈破我 宁愿违背自己的道德良心 去帮一个外贼说话 还真是丢我华夏之人的脸面 还真是丢我华夏之人的脸面 是你在这颠倒是非 是你丢了我们华夏人的脸 我们走的是经典路线 我们要像你一样唱口水歌 销量肯定比你高啊 没错 就你这些口水 要是放到海外 那且不是丢了我们的脸 我们扶三人的耳朵 是非常挑剔 像有些人写的口水歌 绝对不会寻听 音乐本不分国界 也不分高低贵贱 可是你们非要分三六九的 那今日我偏要做一份上 上了人物 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说 我唱的歌曲都是口水歌 都是翻唱的吗 正好最近我又创作了几首新歌 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精品歌曲 今日我就给大家演唱一段 我对 几天写出来的歌也配叫精品 估计啊又是烂于充数的口水歌 谁不知道一个好的作品打磨多长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么多的作品 我弄鬼的 你们做不到 我代表向我做不到 但我都想看看你写的精品歌曲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写出好曲 如果你的影的 我等的就是不去玩 第一首歌曲 叫做《传奇》 第一首歌曲 叫做《传奇》 《传奇》 你还真敢取名字呀 他不会真把自己当传奇了吧 我倒要听一听 你到底写的什么歌曲 敢用这么大的名头来命名 夏洛的天赋 是你无法想象的 你也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走为走有 公知我上的这首歌曲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歌 好歌 没想到夏洛嫂 你竟然真的能够写出好歌曲 我愿意被你 还有华语夜叹 道歉 等等 我不相信 你说什么 他说是他心 那就是他写的了 作为一个创作者 我们的主要可能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有所变化 肯定是找了枪手 你 没错呀 你现在炙手可热 能为公司赚大钱 公司为你保你 肯定会有枪手为你写歌呀 这些行业里的潜规则我们太了解了 你少在这儿吓了 既然你们觉得我找了枪 那我便再唱一曲 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千里之外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沉默年代 或许不该 太遥远的相爱 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 你是否还在 情生何来 生死难猜 用一生 去等待 太妙了 但是太妙了 斯巴拉西啊 好一首签之外 现在 你们总没什么话好说的 我不信的 我绝对不信的 既然你们还不信 那我就再唱一首 什么 还有 接下来这首歌曲 叫做青花词 苏被勾勒出青花 被风浓转弹 云生描绘的木炭 一如你竹桩 天晴色的烟雾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云开了结局 如城市的青花 紫紫固寺美丽 你缘的笑意 好 快乐 那也到了 小乐子 刚刚听到前面两首歌的时候 我还是以为 我们扶桑的音乐 要更厉害一些 但是 刚刚听到了这首青花词 我 干白下 小乐子 我愿意给你 还有花语叶台 道歉 你的道歉 我携手 不过还是有几句话 我想说一下 今天我在这唱歌 不仅仅是为我自己证 同时 只想向整个世界证明 我们不仅仅只是会口水歌 只是会翻唱 只要用心做音乐 我们滑流音乐 就是最屌的 好 太好了 没错 我们家里文化自信 假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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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花哥 什么 找我约歌啊 行啊 歌名我给你想好了 就叫 俺们那个屯 啊 你嫌有点儿怼吧 这不是想让你大龙内地 接点地气吗 行行 我给你撤两瓶 我的老狗 他早自在结个屁 我还结个屁 里头上头长得样 什么呀 嘿 行了 到时候啊 我直接给你帮个手 你还要 你怎么回事 什么回事 太好了夏洛 咱们的风平回来了 而且你比以往更要 你知道吗 现在你的商业价值 比以往翻了十倍 十倍呀 找你简余的代言 简直就是 手不上手 哈哈哈哈 哎哎 请请别 别那么激动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那没办法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歌手 像你一样 红边大江南北 而且是男人老书通杀 你知道吗 你就是华月月 他那奇迹 有史以来 第一人 第一人吗 万一以后 我要是写不出好歌了 该怎么办 为什么 你才华那么深厚 你会写不出来好歌 我没看完详 我说的是真的 其实我才华很前线 没你想 行了啊夏洛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如果你说你没才华 那这个世界上 谁还敢说自己有才华呢 是不是 我没开玩笑 而且我已经想好了 最多再唱两年 我就退出歌谈 老板 你怎么来了 夏洛 你别再胡道了啊 作为你这样的一个巨星 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就退出歌谈呢 我没胡道 我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我不管你是深思熟虑还是疯 总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不准退出歌谈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是跟我们公司签的合约的啊 你必须给我老老实实的干 对吧 我们公司对我们废 老板 他他他不是这个意思 那房门有话好说 什么 不气吗 不气 你给我赚钱 我保证对你和好经济 是是 你不给我挣钱 我管你是什么他妈的技术 我对你绝对没有好脸色 朱总 你这是想跟我撕破脸吗 破脸 又怎么样 我碰你的时候 你就是巨星 我要是不碰你的时候 哈哈哈哈 你就是个屁 我先告计 对 给我老老实实的唱歌 要不然的话 小心 血藏了 到那个时候 恐怕 你是永无出头之乐了 行 既然你要这么多的话 那我也不跟你客气 路约 你别忘了 我是签了你的公司 但是按照合约规定 只要我想走 我随时都能走 你说的没错 你是跟我们公司签了约 这是你的字 可是你别忘了 这只是你的人身自由权 可是你的这个所有歌曲的版权 那可是跟我们公司都签死了 说什么 你还不明白啊 你之前写的歌和在这之后 你写的歌曲版权全部归我们公司 哎 你要是赶走 目的 一分钱你拿不到 而且那些歌曲以后不许你再唱 丁娜 是这样吗 我 我不知道 跟我谈合约 当年我玩这些的时候 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玩要你 行 算你了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 你什么意思 既然我已经决定退出歌谈 那么我将不再写歌 既然你想要把你 那我就给你 不过既然你想要做出衣 那就别怪我做这失误 你想搞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就是一个破写歌的 你有多大的 难道你想翻天了不成吗 啊 那你可真是想看我 咱们走着瞧 夏洛 你你别冲动 夏洛 老板 就看一下 哎 夏洛 哎 现在除了夏洛的所有活动 封杀 哎 什么东西 跟我叫香 哼 夏洛你干嘛呀 你不要那么冲动行不行 哎呀我没冲动 我说过了我是认真的 可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花洛的你为什么非要退出歌谈呢 我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才华 所有的歌都是我抄的 但歌总有抄完了那一天 等我抄完了那一天 我又该何去何从呢 还不如早些退出歌谈 至少还能保住那颜面 算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本来我是打算退出歌谈之后 好好待在家里 陪陪老公和孩子 但现在看来 我有新的事情需要做 你要做什么 他不是要搞我吗 那我就搞垮他的公司 搞垮 你要怎么做 开唱片公司 你开唱片公司 没错 等我开了唱片公司 诸瑜手下的艺人 什么时候发歌 我就让我的手下 什么时候发歌 我要跟他争夺销量 不要让他的歌 全都卖不够我 可是你所有版权 都在公司那儿 你要是给别人写歌的话 诸瑜岂不是要告你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什么话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你什么意思 我不能自己写歌 但我可以教别人写歌 只要他们写得好 他们就能成为下一个我 下一个 天王巨星 你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 那不是谁都像你这么厉害的 而且你怎么就能确定 你就能找到这样的人才呢 未来有哪些当红巨星 我可太清楚了 什么刀狼 粥的 这个时候 他们都还没火呢 只要我把他们牵下来 为我锁掉 还怕斗不过黑石唱片 丁娜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嗯 我愿意 好 那我就让你 再次踏上巅峰 最新报道 华语第一巨星 夏洛 现在宣布 封闭并且退出歌谈 在整个歌谈之中 引起了轩然大波 夏洛还说到 要退出黑石唱片 并且创立新的唱片公司 与黑石唱片 争夺 业内第一唱片公司之位 最后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哎呦 不错哦 你是 你好 我是夏洛 夏洛 你是周小文吗 真的是你吗 没错是我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当歌手 有有有 我非常有兴趣 我特别喜欢你夏洛 我特别喜欢你的一首歌 青花词 既然有兴趣的话 那就跟我走吧 好的 我先回家跟妈妈讲一下 果然是个爱听妈妈话的好孩子 吵个打篮球的去唱歌 夏洛 你是认真的 你放心 他马上会成为下一个跨时代巨星 就他 啊 周总 据我们的最新消息显示 夏洛的公司签约了几名新人 新人 对 全部都是没出道的新人 新人 哎呀 这小子以为 开公司就像写歌那么简单吗 啊 居然签约的全是新人 就这还想跟我斗 哈哈 老板 需要给您念一下 那几位新人的名字吗 念念 一个叫周小伦 一个叫林杰剑 还有一个叫刀狼 刀狼 对 我还使个浪呢 哎呀找了这些虾兵蟹将 还想跟我斗 去把招了 给我叫过来 好 中阳 主总 好啊主总 知道我来 叫你们干什么 投机啊 对吧 我知道 会被下落不太对 我这次专门签约你们 就是为了恶心谈 主总勾欠 哎放心 祝负欧 我们一定为你富汤导火 再说不识啊 哥哥 吓唬你吓唬 不自量力 以卵即食 这就是刺军死你 行了行了 不要拍我马屁了 你们三个什么货色 我心里是清楚的 比仗不足 底下有鱼 我也不吃 在超越夏洛 哎嗯那初总 您想我们怎么做呀 夏洛 先约了新人歌手 夏洛 你们懂过 那几个新人歌手 你们还动过吗啊 我明白了初总 我们这就去写了 肯定把这新人都干死了 初总别放心啊 别的不敢动 对不起 拿把架 老买本哪个交给我们呢 OK好不错啊 我们再来一次 注意一下你在副歌部分的节奏 Action 夏洛 怎么了 还怎么了 张行发新歌了 而且销量还不错 哎 这个财品 就已经卖了快十万张了 才十万张 帮什么 我能不还吗 咱们现在已经公开挑明 要跟黑石账片对战了 所有人都盯着咱们呢 你再这样下去 所有人就是在等着看咱们笑话呢嘛 那就让他们等着 咱们就真成了笑话了 人家第一炮就已经打响了 咱们呢 到现在 哪个火星子都还没看到呢 对对 就你签这个周小龙 他到底靠不靠谱啊 这都多长时间了 怎么一首歌还没写出来呢 已经写出来了 写出来了 没错 你看 这不是正在录音歌吗 歌名叫什么 双截棍 快使用双戒棍 快使用双戒棍 心无事远接近 忍者无敌 现在在录带机 风声吹起 快使用双戒棍 快使用双戒棍 恭喜你周小龙 您的第一首单曲《双截棍》 已经发烧 便突破了两百万张 甚至打破了天王下落的销售记录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此时此刻 我非常的激动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师傅夏洛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你今天弄的 哦 原来夏洛是您的师傅 真是青出一篮胜一篮 咱们华与乐坛真是后继有人啊 唱什么破壳啊 居然能卖两百万张 疯了家这是 朱总这次可怪不了我 我我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 而且这次我已经卖了三十万张 已经破了我之前的记录了 破记录破什么记录 可能是蓝色花钱 你刷的销量啊 你还好意思说 赶紧滚蛋 滚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夏洛 你果然没看错人 两百万 对三十万 咱们跟黑石这第一招 简直是完胜 还不止啊 你听说没 张浩就连的三十万销量 有一半的黑石自己买 这一次黑石 至少要亏损几百万呢 几百万算什么 下一次我要让黑石唱片 血河无归 朱总 朱总就不好了朱总 夏洛他们公司又出新歌了 什么 这么快 又是那个周小伦吗 不是 这次是那个叫林姐姐的 他新出的歌叫曹操 这才不到半天的小伙子 破八十万 不是 朱总怎么这 朱总怎么了这是 八十万 老半天八十万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朱总 我的新歌已经写好了 你为什么时候发现啊 发行发行个屁 朱总 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生这么大笔钱 你知道下落他们新歌 败了多少钱吗 八十万 八十万 不到半天就卖了八十万啊 你现在去做发行 你能抢得过他们吗 是什么 夏洛 你选的人也太对了 不仅仅是周小伦和林姐姐 就连刀狼新出的歌曲 披着羊皮的狼 销量也达到了三百万 再次突破了纪录 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这三位 在未来可都是红极一时的歌星 唱的这些歌曲也都是超级爆发 要不是这个年代的网络不发达 他们的销量能更高 哎 夏洛 你知道张浩他们三个人销量多少吗 多少 加起来还不到一百万 而且大多数还是刷出来的 黑石这次啊 他至少亏了一千多万 这三个废物 要不是翻唱 他们连出道资的 诸余敢签约他们三个 还是真是不怕把家庭赔光呀 是 朱宇 你来这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我来谈判的 谈判 怎么 这都不够我 打算认输了 但是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跟我谈判的资格 夏洛 你别太过分了啊 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 啊 再说 你能敢保证你手下的人每一首歌都会负我吗没错 我能保证你 你什么你这里不欢迎 赶离开 丁啊 你好歹是我培养出来 你就这样对我吗啊 你忍心吗 那你还有什么 你吃 什么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罗哥我给你跪下来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朱总 居然能下跪道歉 还真是让我能以致敬 罗哥我错了 这次我真的错了 我求求你你别再跟我斗了 你再一天跟我斗下去 我会吃不消的呀 罗哥我 可当初 你不是信使当代说要搞死我 我错了 我该死我该死 我真不敢口出狂言 行了 少拿你那套口游戏给我 你们黑时账片加大业大 就亏了一千万 应该不至于让你这样 我 我染上了赌博 我以前挣着钱 全都输光了 所以 你要推头哥 我就亏了一千多万 那全都是银行贷的款 你要再这样下去 我会破产的呀 罗哥 你破手 老费你要老费 别管过我的死 这次我真的错了 为什么套 半天 我都不知道 全都送给你 只有放 放我一把 那我就给你自己问 谢谢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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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剑 明天